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國家新創獎的成立 以及表揚和生技醫療事業的發展 是當前國家非常重大的政策 而且未來的前景非常看好 我們國家六大新興產業裡頭 只有兩項生物科技跟醫療照護 結合在生技醫療就是生策會大的方向裡頭 另外我們去年5月1號 政府特別延續講頭條例跟促產條例的落日 通過了新創立的產業創新條例 另外包括中研院所推動的國家生技園區 我們也盡可能全力來促成 而兩岸也簽署了醫療合作 醫藥合作的協議 就是希望在我們生醫產業 都能夠獲得更大的空間 所以未來在我們政府得到民間產業界 學術界共同努力之下 加上我們既有的各種基礎的條件 包括我們對生醫的器材 由於國內的包括中鋼還有金屬中心 還有非常健全的產業鏈 以及我們在資通訊 知識經濟方面的發展 有相當好的基礎 特別是雲端運算已經見趨成熟 在這些條件都具備充足之下 我們覺得法律的鬆綁 我們也在幾個禮拜前 又把科技基本法做到重大的修正 讓未來這個產學界 甚至於同政府機關 包括學術或者是財產法人 他研發的成果 商轉的這個途徑 會設立一個既合法又適合的這樣的途徑 以避免有些研究所得 當要轉成造福民眾的時候 卻遇到了令人卻步的 種種的疑慮或者困擾 我們應該把這些都排除 讓我們各種研發的成果 非常合理的非常自然 而且非常公正 讓他沒有困擾沒有顧慮的情況下 能夠為國人或者世人所共同來分享 特別在這裡表達誠摯的祝賀 同時也謝謝相關機構 特別是生策會跟生策中心 大家同心協力 能夠獲得豐碩的成果 再一次表達感謝 同時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生醫產業蓬勃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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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